一阵龙卷风刮过 一棵大树倒了下来 猪妈妈被大树压住了 乔治也被龙卷风给吹走了 猪妈妈拼命挣扎也挣脱不了 真是太糟糕了 这可怎么办呢 谁能帮帮他们 佩奇的电话号码是995 大家赶紧告诉佩奇这里发生的情况吗 佩奇得知这里的情况 赶紧跑了过来 佩奇来到妈妈身边 看到妈妈的状况十分焦急 佩奇伤心的哭了起来 妈妈 妈妈 你怎么样了 你可别吓我呀 佩奇 我的好孩子你别哭 虽然我被困住了 但幸好没有受伤 乔治被龙卷风吹走了 你赶紧去找你弟弟 也不知道乔治现在怎么样了 你先别管我了 妈妈没事的 妈妈 你先别着急 我有办法 我这就请我的朋友小咖来帮忙 小咖接到了佩奇的求助电话 小咖立马开着裂空飞天去寻找乔治了 小咖同时安排营救大师前去营救猪妈妈 营救大师快速前进 很快来到了佩奇上空 营救大师放下了绳索 准备把饱了的大树吊起来 可是大树太沉重了 营救大师用尽全力也没有办法吊起大树 营救大师获得了变身能量 变身为机器人形态 终于成功移开了大树 猪妈妈得救了 营救大师 你太棒了 非常感谢你救了我妈妈 哈哈 不用客气 营救大师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 没有你 我还不知道要被困在这里多久呢 佩奇 可是乔治还没有消息 这可怎么办 猪妈妈 你不用担心 小咖已经去搜寻乔治了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乔治 小咖终于发现了乔治 原来乔治被困在了一棵大树上 猎空飞翩成功接着了乔治 他们立马前去和佩奇会合 佩奇一家都十分感激卡堡们 并邀请他们去佩奇家做客 小咖和卡堡们成功完成了这次救援任务